在南京林古寺景区内有一处放生池 池水全部是来自山上流淌下来的溪水 如今池水却是一片漆黑 远远看上去像墓水一样 池水看上去一片漆黑 用矿泉水瓶采集了一瓶 颜色呈生黄混浊状 两名时期导游正捧着一本导游教材找景点 在教材上清楚地记着这个地方叫做八宫德水 但是两位准导游在看到漆黑的池水之后 都表示和想象的差距太大 如果你带游客过来看见这样的话 你会怎么跟他们解释 这个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这样解释 池水这么黑 谁还敢在这里放生鱼泪呢 了解情况的一位市民说 本来这里的水是很清澈的 还有鱼在里面游 但在国庆节期间附近曾举办过一个美食节 他怀疑有可能是美食节的商贩污染了池水 此外还因为水下面的落叶沉积腐败导致 将这个情况向中山林安风景区管委会做了反应 希望赶紧管一管